各位朋友大家好 公元1644年 李自成率领着所谓的义军攻破了北京城 大明朝最后一位皇后周皇后 在大明朝覆灭的最后一天自杀殉国 这位本可以成为一代贤后的周皇后 他死的时候应该是带有着重重的怨念的 在成破之日 崇祯皇帝命其自尽 他对崇祯皇帝说 说妾服侍陛下十八年 足为那一言终有今日 周皇后是在他的寝宫昆宁宫自义而亡的 一缕香魂随世 但重重的怨念 却永远留在了这所宫殿之中 斗转心仪 紫禁城也换了新的主人 大清入关以后的第一个皇帝顺治帝的皇后 伯尔吉吉特氏就住在了昆宁宫 伯尔吉吉特氏一生无宠 顺治皇帝一点不喜欢他 最终废后将他贬为了靖妃 这位废后最后的情景如何 史书上并没有直接的记载 只是从一些侧面的史料中 我们了解到他曾经在顺治18年的时候回到了紫禁城 既然说是回到了 也就是说在这之前他已经离开了紫禁城 有人猜测是孝庄太后将其秘密的送出了北京 送回了他的蒙古老家和他的父亲蒙古王爷吴克善生活在了一起 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毕竟继位的皇后是他的侄女 作为靖妃的他 总不能向他自己的侄女叩头问安吧 所以孝庄这样安排的也在情理之中 顺治18年他回来的时候 应该是为顺治皇帝调丧的 继任的皇后也是伯尔吉吉特氏 他也住进了昆宁宫 他也同样一生无宠 那个时候顺治帝的专宠只有董厄妃 而他也成了顺治与他的母亲太后孝庄斗法的牺牲品 大家在剧中看到的那位有点疯疯癫癫的被康熙皇帝称为额娘的女人 就是这位不幸的皇后 不过呢 他的不幸只属于顺治一朝 进入康熙一朝以后 他的幸福生活就开始了 不知道这是不是与他搬出了昆宁宫有关 昆宁宫又有了新的主人 他就是康熙帝的第一位皇后 赫舍礼氏 赫舍礼氏是索尼的孙女 索额图的侄女 虽然明显是一个政治婚姻 但他与康熙皇帝之间还是非常的恩爱的 他们结婚不久就产下一子 但很快就早逝了 在康熙十三年的时候 赫舍礼氏又产下一子 这就是后来的太子尹仁 但八小时以后 这位康熙深爱的皇后就因产后大出血而死 中年不过是22岁 如果说昆宁宫里真的存在着这种诅咒的话 那么赫舍礼氏皇后 无疑是最有可能打破这种诅咒的人 但可惜最后还是他走了 诅咒留下了 下一个入主昆宁宫的 就是康熙皇帝的第二位皇后 纽姑鲁氏 纽姑鲁氏是顺治皇帝的四位辅政大臣之一 厄比隆的女儿 当初康熙皇帝选第一任皇后的时候 她就是候选人 但是最后 孝庄太后考虑到厄比隆那时候正在与敖拜绑在一起 所以她就让康熙皇帝取了辅政大臣之手索尼的孙女 这样就把索尼家族绑在了康熙这架战车之上 一起来对付敖拜和厄比隆 等到第一任皇后赫舍礼氏去世以后 康熙皇帝才又取了纽姑鲁氏为新任的皇后 咱们在剧中看到的皇帝大婚的场面 当时取的就是这位纽姑鲁氏 在剧中我们看到了纽姑鲁氏 死以后康熙皇帝还赞扬他为内庭之梁左 史书记载 纽姑鲁氏去世以后 当时的太皇太后孝庄还执意要去调研 后来被康熙拦住了 因为他怕他的老祖母看到纽姑鲁氏伤心 后来康熙的嫡母 人县太后就是顺治皇帝的第二任皇后 小博尔吉吉特氏 还亲自前往并宫调研 由此可见纽姑鲁氏和太皇太后孝庄 以及太后人县的关系应该都很不错 并不像剧中展现的那样康熙对其无宠 而且他去世以后康熙还多次亲往祭奠 那时候正值三藩作乱的多世之秋 康熙能够百忙之中去祭奠他 也足见对他的一番恩宠了 纽姑鲁氏是在那年的八月份被封为皇后的 而到了第二年的二月份他就病逝了 也就是说在前任皇后期间 他作为一个妃子应该是住在其他的宫殿之中 那时候都是平安无事 而他被尊为皇后搬入昆宁宫的半年之后就病逝了 这令当时的人不能不相信这来自昆宁宫的诅咒 似乎是康熙皇帝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所以自康熙十七年 他的第二位皇后轰逝以后 他就不再立皇后了 没有皇后自然也就没有人入主昆宁宫 没有人入主昆宁宫 昆宁宫的诅咒 自然也就会慢慢散去了 没有了皇后宫中的一切事物 康熙皇帝都交给了自己宠爱的皇贵妃 童家事来打理 童家事是康熙的舅舅童国为的女儿 也就是说她是康熙的表妹 这里我想插一句 有人说康熙皇帝的母亲是汉人 康熙帝身上有汉人的血统 主要根据是说康熙的母亲是姓童 童氏的父亲也是出自于汉八旗 那么童氏自然就是汉人 所谓的童家事是康熙的母亲童氏 在入宫成了顺治的妃子以后 顺治皇帝将他的家族台旗 随后改名为童家事 但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康熙的母亲是一个妥妥的满族人 童家事是满族的老姓 童家事的先祖确实曾经改姓过童 这是因为他们当时是在东北的一带 和汉族人做生意 所以改姓了汉族人比较习惯的童氏 到了后来努尔哈赤起兵以后 童氏的先祖就带着自己的部署 投靠了努尔哈赤 他的这些部署大部分都是汉人 所以就被编入了汉八旗 而他本人却是妥妥的女真人 童家事是满族的八大姓氏之一 努尔哈赤的原非就是童家事 有意思的是呢 后来等到满清覆灭以后 童家事又改回了汉姓 比如说童啊童啊以及董 当然了不能说姓这个姓氏的人都是满族人 都是童家事的后裔 因为这几个姓本身也是汉族人的老姓 历史可能最早可以追溯到下朝商朝 所以说只能说有一部分姓这个姓氏人 可能是出自于满族的童家事 类似的情况呢 还有很多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贺舍礼氏 这也是满族的八大姓之一 贺舍礼这个姓氏呢 改为了汉姓呢 就变成了贺、和、高、英等等 近代的教育家有一位叫英脸之的 他曾经创建了府人大学 他就是贺舍礼氏的后裔 英脸之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熟悉 但他有一个曾孙叫英达 当然了 同样道理姓上述这些姓氏的 也不就都是贺舍礼氏的后裔 比如说和姓 朝五九姓中就有和 而朝五九姓是苏特人的姓氏 和姓呢也是我们讲过的东夷人的一支 在夏商之际的时候 他们在山东省的河泽建立了河国 所以他也是汉族人古老的姓氏 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扭孤陆氏 汉姓后来就转化成了 扭姓或者是狼姓 据说朗朗和朗平 他们都是满族 另外呢还有瓜尔嘉氏 转化为汉姓呢就是官姓 据说大家熟悉的明星 关芝林 关晓彤以及周海妹 他们都是这个姓氏的后裔 当然了还有纳拉氏 转化为汉姓的纳姓 据说纳英就是叶赫纳拉氏的后裔 当然了这些明星的家氏渊源 大家也不用当真 当个趣闻而已 不好意思又跑题了 咱们接着来说这位同家氏 到了康熙二十九年的时候 同家氏突然生病了 而且病得很重 当时呢有些人说同家氏 可能是心情不舒畅 毕竟做了这么长时间的皇贵妃 一直也没有被晋升为皇后 康熙呢也是好心 想给同家氏充个喜 也让他的病情能够尽快的好转 于是就在这一年封同家氏为皇后 这时候离上一次封后 已经过去了差不多十二年 没想到的是这次充喜 可能是冲得有点过头了 直接就把同家氏给冲走了 同家氏受封以后不过一天 确切的来说 不过八个小时就轰逝了 这一年康熙帝不过就是三十七岁 同家氏一定是比康熙帝年轻 所以他也算是英年早逝 历史上没有记载同家氏是否被封皇后以后移居昆宁 我想应该不会 毕竟他那时候病得很重 而且他受封以后几个小时就去世了 应该可能也来不及移居昆宁 所以当时宫中的很多人就觉得 这个诅咒可能不仅仅是针对昆宁宫 更是针对皇后 皇后这两个字连沾都不能沾 这也让康熙帝不尽的闷心自问 自己的身体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于是康熙帝就决定要到当地的医疗部门做一次体检 所以当地的检查机构是非常的重视 派出了最有经验的检验人员 对康熙帝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检查 深入到什么程度呢 当时为了提取康熙帝口中的检测物 检测人员的手都伸进了康熙的嘴里 真是要多深入有多深入 检测结果很快出来了 康熙帝克期体制呈阳性 一拿到这个检测结果 康熙皇帝马上就做出了一个决定 这辈子我不要老婆了 只要妃嫔 这就是为什么从那以后一直到康熙帝驾崩 康熙朝就再也没有皇后 甚至康熙连皇贵妃都不设了 顶多就设一个贵妃 这位贵妃呢在历史上也很有名 叫温惜贵妃 大家看过《甄嬛传》中那个胖胖的王爷 他以前是十二个 是雍正皇帝的弟弟 他的生母就是温惜贵妃 温惜贵妃也是同家室皇后的亲妹妹 在同家室皇后去世以后 康熙帝马上招他入宫 并马上封为了贵妃 一步到位 也算是对同家室 以及其他家族的一种弥补 在《甄嬛传》中 甄嬛他们私底下议论 说以前的温惜贵妃做了什么样的错事 惹得康熙帝大怒等等 其实这都是子虚乌有之事 在历史上温惜贵妃并没有那么多的事 算是善始善终 而且她还是在死后唯一得到嗜好的贵妃 没有了皇后 昆宁宫自然也可以封闭了 至少不会有人住在那里 也没人愿意住在那里 昆宁宫这个名字呢 是出自于《道德经》 天得一以清 地得一以宁 所以就有了乾清宫和昆宁宫 天代表的就是钱 地代表的就是昆 乾清宫是皇历的寝宫 昆宁宫是皇后的寝宫 两个宫之间还有一个焦太殿 焦太二字取的意思就是天地相容 阴阳相继的意思 乾清宫焦太殿和昆宁宫就构成了紫禁城的后三宫 乾清宫焦太殿和昆宁宫都坐落于紫禁城的中轴线上 代表着皇帝的威严和权威 而昆宁宫的东西两侧各有六个宫 这六个宫其中有大家熟悉的延禧宫都是皇后以下贫以上的皇帝的女人住的地方 清朝的后宫相对比较简单 设皇后一名 皇贵妃一名 贵妃两名 另外还有妃四人和贫六人 在贫以下还有贵人搭应常在 这些人呢都不能算是妾室 只叫通房 这样的自贫以上不算皇后的话 总共是13个人的编制 现在不设皇贵妃就只剩下12个贵妃 东西的十二宫正好构筑 乾清宫焦太殿和昆宁宫就构成了紫禁城的后三亭 乾清宫以南在中轴线上就是太和殿中和殿和宝和殿 这三大殿就构成了前朝是皇帝办公的地方 处理公事的地方 前朝与后殿 这就是朝廷 所以说天子无私事 不管是公事私事都是朝廷的事 在紫禁城中处理公事的地方都叫做殿 比如说太和中和宝和三大殿 而皇帝处理私事的地方都称为公 那么后三公中的焦太殿为什么称为殿 而不是称为公呢 这是因为的焦太殿是举办千秋节的地方 所谓的千秋节就是皇后的生日 再有册封皇后也是在焦太殿 所以这里也是处理公务的地方 自然也要称作殿 那么康熙帝以后的各朝呢 他们的皇后是不是还住在昆宁宫呢 康熙以后就是雍正 雍正大家知道是一个非常勤政的皇帝 他根本就不住在乾清宫 而是住在了养心殿 这样他的皇后就找到了充足的理由 以照顾雍正皇帝的龙体为名 也搬到了离养心殿更近的东西十二宫之中 所以他也不住昆宁宫 大家知道在后宫之中历朝历代最忌讳的就是谈论什么神啊 鬼啊诅咒啊之类的东西 类似这样的话题一向是宫中的大忌 所以宫中的妃嫔宫女们虽然在明面上不会谈论这类的事情 但是在私底下他们还是心知肚明的 谁也不愿去碰昆宁宫的眉头 除了作为皇后的庆宫以外 昆宁宫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能 就是祭祀之所 满族人是信奉萨满教的 所以他们会在某一个特定的日子举行杀生的仪式 祭祀他们崇拜的神灵 按照萨满教的说法 皇后要主持这次祭祀仪式 杀生也必须要在昆宁宫 当时杀的生是四只黑猪 所以大家可以想想 昆宁宫一方面是皇后的寝宫 另一方面又是一个生猪屠宰场 本身昆宁宫就阴气很重 再加上又是一个杀生的地方 自然阴气就更重 所以谁也不愿意在这儿住 以后的皇后们找个理由不在昆宁宫住可以 但是有一样他们是避不开的 就是皇帝与皇后的大婚 按照清朝皇室礼法 一定要在昆宁宫举行 顺治和康熙两个皇帝的婚礼 都是在昆宁宫举行的 后面的雍正和乾隆皇帝 在他们登基之前已经大婚了 所以他们就不用在昆宁宫举办婚礼 而后面的同志 光绪和宣统皇帝都是在昆宁宫举办的婚礼 结果是同志皇帝的皇后阿鲁特是二十几岁就吞金自杀而亡 光绪皇帝的皇后 龙玉皇后算是比较幸运的 她活到了四十五岁 不过她也算是亲眼目睹了 宣统帝退位 亲眼见到了大清的灭亡 而宣统帝的皇后婉容最后是疯了 在1946年的时候死于吉林的卯座监狱 至今尸骨无存 那么昆宁宫中到底有没有诅咒 或许这就是一个传说 是一系列巧合的结果 但至少从一个侧面表明了皇后这个位置 虽然是女性在王朝中的最高位置 但同样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但尽管充满了风险 仍然是后宫中诸多的妃嫔们一生努力追求的目标 为此他们也不惜掀起一场又一场的攻斗 康熙皇帝后来取消了皇后 甚至取消了皇贵妃 无形之中也避免了康熙后宫中的诸多的争斗 康熙后宫的妃子 据统计有三分之一的人活到了七十岁以上 都得以善终 这在历朝历代的皇宫后宫中是不多见的 或许这就与康熙皇帝 撤掉了皇后与皇贵妃这些位置有关 无欲无求自然也就无忧无虑了 除此以外康熙帝又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人 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很会哄女人开心 他有时候会跟自己的妃嫔们开玩笑 往他们身边扔一些癞蛤蟆啊蛇呀 这些丑陋的东西吓唬他们 跟他们开玩笑 康熙经常难寻或者出征 他也愿意带着他的妃嫔们一同前往 比如说大家看过的康熙微服私访记中的康熙的那位妃子 就是历史上的遗妃郭罗罗氏 这也是康熙宠爱的诸多的妃子之一 其实啊不光是康熙皇帝喜欢出门转转 乾隆也很喜欢 其中的原因可能与清朝的礼法规定有关 这里指的呢就是清朝时期的妃子的侍寝制度 在这部剧中啊有这样一个情节 是康熙皇帝在大婚以后一直不与他的皇后同房 所以有一天皇后就自己找上门来 要给康熙侍寝 最后还是被康熙找个理由推掉了 皇后主动上门来侍寝 这个是大家是不是觉得皇后有点太低调 太不把自己当回事了 毕竟皇帝也没有翻你的牌子 但其实啊皇后这么做是符合清朝的礼法的 所谓的翻牌子只是针对皇后以外的妃嫔 皇后作为皇帝唯一的期使 她在每个月是有几天可以要求皇帝为她侍寝的 这话可能听着有点反 不过呢意思其实也差不多 就是说一个月中大概有三到五天 皇帝是有义务与皇后共寝的 这是皇后的权利 而皇后以外的嫔妃包括皇贵妃 她们要想给皇帝侍寝 那就要通过皇帝翻牌子了 皇帝翻牌子指定了某一位妃嫔 这位妃嫔就先要做好侍寝前的准备 沐浴但不用更衣 沐浴以后太监们将它裹在棉被之中 就驮到了皇帝的寝宫 皇帝这时候已经躺在床上 被子盖到了脚踝部露出双脚 侍寝的妃子要从皇帝的脚步爬入皇帝的被窝 这是为了不会冒犯龙颜 而且玩耍以后她还要从原路返回 这叫有来有回还不至于迷路 皇帝与妃子在床上探讨生命意义的时候 太监们也不能闲着他们会在门外点一柱箱 用以估算皇帝的上课时间 如果过了一段时间皇帝还没有下课 太监们就有权力在外面喊陛下呀 差不多就行了自己多大岁数自己没数吗 该下课了您在里面热火朝天的 我们在外面等着可是动得够呛 这位太监可能一心急把自己的心里话喊出来了 那皇帝如果想延长上课时间怎么办呢 这也有办法 皇帝可以吩咐内务府做一个井口粗细的大箱 这只大箱点燃以后那就让它烧吧 能够一直熬到那个太监退休 这个箱也烧不完 皇上还可以继续的上课 当然了历史上并无此事 这个是我替皇帝想的一个好主意 太监如果叫几次皇帝那边还在继续上课的话 太监甚至有权力进入寝室 将侍寝的妃子拖走 所以妃子侍寝是不会同皇帝过夜的 只能是下了课就走人 这个一方面是为了避免皇帝防饰过度损坏龙体 另外一方面也是为皇帝的安全起见 因为如果这个妃子心怀不轨的话 那么在皇帝熟睡的时候 他能够杀死皇帝 而皇后在这方面是有特权的 皇后可以与皇帝过夜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皇帝在妃子那方面的工作只能算是小时工 在皇后那里才是一份全职的工作 而之所以侍寝的妃子要被赤身托入皇宫 这一方面的可能是为了节省时间 就是妃子到了马上就可以开始上课了 如果不这样的话 哪位妃子如果想存心捉弄皇上 在自己的衣服扣子上搞一个九连环什么的 皇帝可能第一个环还没解开呢 门外的太监就开始催了 那有可能一下子就把皇帝整没垫了 这是一方面原因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还是为了皇帝的安全起见 因为担心妃子至寝的时候会身怀利刃 后宫也不安全啊 前朝的嘉靖皇帝就曾经被十几名宫女差点勒死 当时宫中有十几位宫女因为受不了嘉靖皇帝的虐待 所以合计要一起杀了嘉靖皇帝 有一天晚上嘉靖皇帝去她的宠妃端妃那里就寝 那十几位宫女趁着嘉靖皇帝不背 就从背后用绳子勒住了她的脖子 不过很明显这十几位宫女并没有什么杀人的经验 她勒嘉靖皇帝脖子的绳结打成了死结 所以勒了半天嘉靖只是被勒晕了 并没有被勒死 事后嘉靖皇帝命人展开调查 当时负责彻查这件事的就是当时的方皇后 方皇后一直嫉妒端妃得到嘉靖皇帝的宠爱 所以这次不管端妃是否涉案 都将她与十几位宫女一起处死 嘉靖皇帝当时头晕 等她清醒以后知道自己的爱妃被处死 非常的愤怒 但是拿方皇后也没办法 毕竟方皇后这件案子办的是有理有据 又过了些日子 方皇后所居住的寝宫突然起火 众人忙去灭火 但是被嘉靖皇帝阻止了 嘉靖皇帝就看着方皇后活活烧死在了自己的寝宫之中 这个寝宫就是昆宁宫 方皇后也是昆宁宫中飘荡的一个冤魂 康熙皇帝跟她的父亲顺治皇帝不一样 顺治皇帝曾经专宠过董厄妃 康熙并没有专宠过谁 她似乎对她的所有妃子都很不错 她远征戈尔丹的时候 路上吃到的哈米瓜觉得非常的香甜 所以特别的命人将这些水果带回宫中 让她的妃嫔们品尝 后来又觉得这个礼物似乎是太过便宜了 怕那些妃嫔们笑话 还特意附了一张纸条 告诉妃嫔们这些礼物虽然轻薄 但是理清情重 你们不要笑我 她出征的时候挂念宫中的妃嫔 给宫中很多的妃嫔都亲自写了信 问问他们的身体如何 还让他们回信 有一次她与雍正的生母德飞外出巡游 德飞突然生病了 在回城的途中 康熙特别命令德飞的亲生儿子 四阿哥尹真以及十二阿哥 一起到郊外迎接圣家 所以当德飞看到迎接自己的是 自己的两个宝贝儿子的时候 她的病已经好了大半 不过要说康熙皇帝最钟爱的女人 应该还是她的第一任皇后赫舍李氏 赫舍李氏去世以后 康熙皇帝是大动不已 大动的意思就是嚎啕大哭 完全不顾及自己皇帝的威仪 在以后的几年间 康熙有差不多近百次去她的皇后的兵宫里吊宴 在那里独自一人陪伴着她的皇后 即使是在迎娶第二任皇后的十天之后 康熙仍然是一如既往的去调研自己的嫡妻 康熙也将她与嫡妻的爱转移到了她与嫡妻的唯一的儿子 二阿哥尹人的身上 她不顾清朝圣年不立储的组织 在她还年轻的时候 印人只有一岁的时候就立印人为太子 她要好好的教育她这个儿子 因为她知道这个儿子是她的赫舍李氏用命驳出来的 不过很可惜这个印人也不争气 在后来诸位兄弟的还事之下 她被两立两废 最终被圈养致死 每年皇后的忌日 康熙帝都会绰朝一日 亲自去祭奠皇后 这个传统一直持续到了康熙25年 这对于一般人来说已经是很难做到了 何况对于一个后宫无数的一代帝王 康熙帝与赫舍李氏的感情 可以说是始于政治 忠于深情 康熙不光是对自己的妻妾好 对他的那位并没有血缘关系的嫡妻母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顺治皇帝的第二任皇后 博尔吉吉特氏也是非常的孝顺 据清圣祖十路记载 康熙56年的12月太后病重 这时候康熙也已经64岁 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老人了 这段时间他为了废太子之事劳神伤心 头痛目眩脚都肿了起来 得知太后病重 这时候他的脚肿的已经无法着履 他就用软布包上双足 前往宁寿宫为太后亲奉汤药 在康熙三个月的时候就有了这位嫡母 从那以后一直陪伴他长达56年 他对他的嫡母的感情非常的深 并不亚于他与太皇太后笑装的感情 康熙走到太后的床前握住太后的手 低声的说母后臣在此 太后闻言慢慢的睁开眼 这时候他已经不能说话 只是紧紧的握住康熙的手 紧紧的叮住他的这位叫了他几十年额娘的脸 这是康熙与他的太后的最后一面 太后去世以后 康熙帝是悲痛欲绝 他坚行鸽变之礼 这种礼节是只适应于帝丧的 而且还发出了这样的哀叹 至此之时只有孝敬朕之人 再无爱戌抵之人也 康熙执政六十一年 其中的功过是非 咱们另有评说 今天跟大家聊的并不是一代帝王康熙 而是一个叫玄夜的人 他生命中的温情的那一面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这里是风夏杂谈 福兰克甲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